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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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有这样的安排 可是因为长子坚持的缘故 所以导致这个失败 他的弟弟 他的这个第二儿子 必定是要死亡的 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 知子莫若父 我怎么会不了解我的孩子呢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句每日的俗语了 那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 马上先再来看看新闻热点 是的 大家听了这个丽婷的故事 这个大儿子是给抢害死人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为什么讲这个给抢呢 就是我们来到这个车祸 这个第十四天也是最后第二天 很多人在路上常常乘一十只快给抢 以为自己了不起 结果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十四天 我国的车祸总数是 超过 差不多要到两万三千宗 这么多的 死亡车祸是两百一十三宗 死亡人数是两百二十九人 是不是非常的惊人呢 是 更惊人的是 其实在安全行动十五的这段期间 其实交警是开出了 警察是开出了三十一万以上的罚单 还有破门的刑切案超过七百宗的 对 当然这个首当其冲的 就是我们的雪拉州最忙脏的一个州属 对不对 开车又多 人又多 对 五千九百四十九宗的车祸率 然后我们看到柔佛的车祸的总数也很高了 三千多宗 死亡人数其实这两周都有三十七人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两个地方就七十四个人死亡了 是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排名最后第二就是 我的家乡了少老月四百六十四宗而已 不过也是相当惊人 死亡人数是十五人 是 好 所以大家还是开车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了 那讲到这个小心呢 其实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闹得人心惶惶的一个消息 就是巴迪部落现在是正式被列入红色区域 为什么呢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好像是卫生部刚刚才说是因为这个肺炎 是吧 对 对 确认了确实是肺炎的疫情 造成这么多原住民相继死亡 总共呢 死亡人数有十四人这么的多 对 然后呢 死亡的原因 对 到现在还无法确认 手中死亡病例是在今年的5月2日 那到目前为止 像立庭说总共有14名原住民相继 是传染肺炎而病逝的83人受感染 那之前有报道说他们的这个官员 怀疑 对 要到这个部落去挖掘坟墓做这个鉴定工作 可是因为基于一些特定的因素 现在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坟墓还没有被开始挖掘 是 总共有12个死者的坟墓需要挖开来调查他们的死因 那当然之前有人怀疑说其实河水有污染 才导致这个肺炎的问题 可是后来官方确认了河水是干净的 不是过手 那现在他们会继续调查包括像井水 或者蓄水池等等跟水源有关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这个疫情导致的因素 那当然还有人怀疑说会不会是因为原住民 这个他们的风俗 对 就是死者是没有马上入土的 是吊起来的他们的遗体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跟他们的遗体 通过这空气来传播病毒有关 但是现在大家还是不要乱乱去传这个 传这样一些不适的消息的话 死因还有在确认 对 还是要等待官方正式的消息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肺炎症状 如果是不幸患上肺炎的话 为什么症状呢 就是包括咳嗽 胸痛 发烧 发冷 全身酸痛 呼吸困难 是 所以如果有出现以上这些症状呢 那大家就要小心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到医院看医生 来鉴定一下自己的病情 是 那我们这整个星期都是 配合父亲节的特备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了不起地 荣上我们节目的 对 有我们混霜的球员陈炳顺 马上来看一看 出生于槟城乔治市的程炳顺 在2006年加入了国家羽球队 2007年开始崭露头角 以男子羽球双打项目 开启了羽球国手生涯 并在陆续几年内 以男双以及混双选手身份 参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赛事 一直到2016年 与搭档吴柳英 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羽球混双项目中 夺下了马来西亚羽坛的 第一面混双银牌 创下了历史性的壮举 为国争光 除了身为运动员之外 陈炳顺依然有着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然而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常年忙于练习以及出赛 陪伴孩子的时间亦相对减少 到底他内心深处是否 对错过孩子的成长过程 而存有遗憾呢 今天就跟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了解运动员 背后不为人知的无奈吧 是的 就是来到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国手 这个国际的这个羽球 羽毛球员 对 羽球高手 对 欢迎秉胜 秉胜 你好 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我们是第一次正式见到 这一枚的奥运的奖牌 奖牌 是 刚才也摸了一下 就是很有分量的一枚奖牌 我们要懂帮一下 是 对 因为说这个运动员 其实最辛苦的就是 你们每一天的训练 你们的纪律 让你们跟其实很多 一般普通人不太一样 就是那种高强度的训练 是让你们可以 就是必须要牺牲很多的娱乐生活 甚至是家庭的生活 其实我倒是很好奇 想要做一个概念 你们一年里面 有几天是在训练的 我们几乎都在训练 每天 七天 几乎 每个星期 星期日休息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 像人家上班这样子 对 然后每天要训练多个小时 平均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因为我们早上要训练 两个小时多 然后下午又要训练两个小时 要休息一下 对 用餐一下 对的 那能跟我们分享吗 你最近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刚结束的澳洲公开赛 对 澳洲公开赛之后 还会往哪些方向去 做你们奥运的积分赛 现在在准备什么呢 现在我们在准备下一个比赛 是在印尼公开赛 什么时候 在七月多 七月中 很快 还有一个月 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备战 然后我们接着就是日本公开赛 然后过后就是泰国公开赛 那个是完全没有停顿 对 会一直到年底 一直到年底都会很忙 因为我们奥运的积分都已经 现在开始了 是 现在你们的排名 你跟柳莹的排名 是排在第十一位是吗 对 以奥运的积分来说 你们的目标是要冲到多少呢 千八 至少要千八 至少要千八 才是安全的 对 才是安全的 好 好 那先祝你们好运 加油加油 可以 一定做得到 那我们知道说你退出国家队之后 是成为一个自由人 有对你在家庭 世界跟家庭上面的这个平衡有什么不一样 帮助吗 会 其实没差 因为一样忙着训练 对 一样忙着训练 因为身为自由人 会更加地要自律一点 是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要亲力亲为 好 然后自己处理 比如说机票 住宿那些 然后安排训练的时间 都要自己去处理 对 那我们知道秉顺是在 就是 最近几年吧 才结婚 对吧 你不知了 最近 算几年 婚礼的话 最大的孩子都八岁了 对 然后 在这段期间 就你经历过就是 就是 国家队到自由人 对 孩子 对这一点他理解吗 听说有一点点不太理解 你的这个工作岗位是转变的没有 好像孩子有埋怨过你 没有 其实没有 其实我会在想说 孩子会不会说 你会不会觉得老爸整天不在家 然后你觉得 为什么爸爸整天老是不在家的 会觉得很 你跟他说 别人爸爸整天不在家 在工作 因为要飞 对 因为要出国 就是一直要出国 然后就 其实你平均 那你怎么回答他 对 你怎么回答他 我会说 我会问他 我会问他 其实你觉得 你不是 会不会希望 爸爸 会一直 躺在家 少出国 他这样 是的 然后我就 就不懂 心里不是很舒服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但你会说 爸爸的工作很专业 是吧 能说服他吗 我只能说服我自己吧 因为只能说 我现在工作上的需要 然后生活上的需要 然后我毕竟 必定一定要工作 比赛 对了 你每一次出国 需要出多久 至少一个小时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比如说印尼的比赛 你可能就要去 这个 那个是 就要三个星期 因为我 因为看比赛的日期 对 因为印尼 日本跟泰国 是三个星期 是连着一起的 至少那个前后 都一个月了 就一个星期这边 一个星期下去 去另外一个地方 再下来去日本 对 就立刻飞 就连接的 那挺累的 对 就挺累 太太可以适应吗 或者她怎么跟你分工 可以跟对的 因为你现在是自由日 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 如果是要的话是可以的 要的话是可以的 可是可能会让你分心 不会担心分心 对 因为你打完比赛 比如说你想休息 然后你要去 小孩要跟你玩 对 那还不容易 真的很心酸 是 要做也不能够这样 对 而且同时我知道你在槟城 也设立一个羽球的培训中心 对吧 对 那那个时间怎么分配呢 还要打球 还要培训新人 我会是处于在顾问 就是我会设计一些计划 就是给我那边的教练 然后他帮我带给小孩子的一些基础的 是计划小孩子吗 对 计划小孩子 几岁到几岁 主要是18岁以下 青年求员 对 那你有没有打算说自己开始教这些孩子 怎么样 还没有 我觉得 还小 我的大儿子没有兴趣 八岁应该不太小吧 他没兴趣 没兴趣 他没兴趣 比如说唱歌 跳舞 比较像妈妈 比较像妈妈 比较像妈妈的 因为妈妈是 讲一讲说大家可能不晓得 是 秉顺的太太也是演艺圈的人 在结婚之前是在演艺圈的 是 现在没那么活跃 结婚之后也是演艺圈 还是唱儿歌 就 转变岗位 像孩子唱儿歌 那大儿子是八岁嘛 对不对 没什么兴趣 第二的是女儿 女儿会不会比较有兴趣 四岁 女儿比较 活泼 比较有运动的细胞 然后体质那些会都比较壮一些 对 比较壮一些 这个是没办法 这是遗传的 是 女儿很可爱 对 要怪自己怪你自己 是 虽然穿的是公主装 那遗传到爸爸那种运动员的个性 比较好多 他遗传他遗传不遗传 就遗传了爸爸的眼睛 其实 好 你的两个 三个吧 对不对 三个小孩 最小的 这比较大的两个 会不会他在电视上看了你在比赛 说爸爸 会 他们都会熟 曾经跟你说过些什么东西 特别让你比较有印象 最近就很搞笑的一个大儿子 比如说我去了医保比赛 然后我在那边比赛 然后我就说我要两个星期过后才回来 因为我医保打了一个星期 就要立刻回来一天而已 然后我就要立刻飞去英国跟德国了 那时候我就回来一天 然后回来收拾行李 就是说 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 你输了 所以我就 我没有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 对 那场比赛我是赢了冠军 我说 怎么你认定你爸爸是输了呢 因为爸爸只有在打完 输球的时候才回来 我出门 我都忘了 对 我交代上 我说三个星期我就回来 需要三个星期 怎么你找回来 在他的概念里面是 只有没有进入决赛才会回来 对 输了就回来 是 还有很多有趣的那个 丙顺跟他孩子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大家不要走开 稍回来 是 我们再请他聊更多 关于他在球员生涯 和家庭生活之间怎么平衡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 有运动员 有哪些 具影响力的运动员 李宗伟 李宗伟是羽球男子单打运动员 被称为大马羽球一哥 他从11岁开始接触羽球 15岁就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2000年 17岁的李宗伟 被丹麦教练发掘并招入国家队 2008年8月21日 李宗伟成为国际羽连 世界排名第一的球手 曾赢得许多国际级的冠军头衔 其中包括11次大马公开赛冠军 6次日本公开赛冠军 以及4次全英公开赛冠军 2012年11月9日 李宗伟和同样曾是羽球国手的 黄妙珠正式结为夫妻 现育有两子 林丹 林丹是中国著名羽球男子单打运动员 最高世界排名第一位 2004年 林丹在全英赛 击败丹麦选手 此外 他曾赢得6次全英羽球公开解标赛的冠军 帮助中国国家羽球队6度夺得汤姆斯杯 以及先后5次冯起苏蒂满杯 2010年12月13日 林丹与中国羽球名将谢信芳 在广州领取结婚证 并育有一子 姚明 姚明是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曾效力于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和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外号移动长城 现为中国篮球协会的主席 1998年他入选国家队 开始了职业篮球生涯 并在中国篮球协会效力5年 2001年他夺得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和联赛最有价值的球员 2002年他获得总冠军 三次当选篮板王以及盖茂王 并且两次当选扣篮王 2011年7月20日 姚明宣布自己将正式退役 退役后的他依然活跃在公众视野内 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篮球队做出贡献 2007年8月3日 姚明和叶丽正式结婚 并育有一女 欢迎回来 那今天回力加油站很高兴有混双的国手 丙顺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他的球员生涯 还有他跟孩子之间的相处 是 那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也跟丙顺聊了一大堆 其实我们都晓得说 在你们这样的一个生涯 不单只是你在训练方面的这个 对你本身的要求很高 比赛的时候压力也非常地大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家庭跟你的子女 是不是一种推动力 对你是不是一种推动 算是吧 应该更不容易放弃 因为很 就换成说如果现在你还单身的话 你觉得你会这么贫 我应该没那么贫 冲力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责任在那边 因为我当了人夫 然后就爸爸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责任吧 因为责任很重要 对我来说 刚刚广告之前你有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孩子问你 爸爸你是不是输了 通常面对这样的 因为比赛一定会有起有落的 不可能每一次都冠军的 对 那你回家的时候 如果那场比赛输了之后 通常孩子会问你吗 然后你会怎么说 不会 就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他们就买了礼物 就忘了 就买了 所以他们还小 他们还小 对不对 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你 这是一个打球的形象 他应该还不太懂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在马来西亚就是很奇怪 因为当你赢球的时候 赢球的时候 就新闻很大的 那输球的时候新闻很近 好像没有报道 然后输球很近 然后我孩子应该是都懂了 我爸爸应该是输了回来 就是如果一直看到爸爸出现在电视上 就说赢了 对 我老婆也是多数报喜不报忧 那孩子会比如说以你为傲吗 或者去学校跟同学聊说 我爸爸是奥运的国手 我爸爸是谁的 因为大部分孩子的心中 爸爸都是一个英雄 对不对 英雄 因为我的孩子会 大孩子会觉得 我会感受到 他有一点有骄傲的感觉 优越感 对 但是我觉得是很 不是什么 不是很正常的 像说小朋友心中的英雄 其实很多都是爸爸 因为我有时候我出去外面 就会遇到一些球迷 会拍照 对 然后在学校也是有说 家长 认错吗 他的同学也是有说 我要你爸爸的签名 或者之类的 要跟你爸爸合照 他晓不晓得妈妈也是公众人物 他应该不知道 你爸爸盖过了 是 但爸爸的形象对小孩 以后会造成很长的影响 那你希望说你的小孩 会继承到你哪一些特质吗 遇到困难 而且要有责任感 我觉得要有责任感 要能够坚持下去 对 很多事情就是 不那么顺利 但是你要去完成它 好 那同样的我们这整个星期的所有嘉宾 都会做这个测验的 对 就是 你是民主型父母吗 好 我来看一下 要试一下秉顺 是 来 好 好 我们来先看那个试题 第一道问题 来 第一道问题是说 我能回应孩子的感受集需要吗 你可以试你自己 要重复就零分了 很少有时 通常或者经常 最高分就是四分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答案 分数先写在你的白板子上 好 那第二题就是 鼓励孩子谈及他们的烦恼 会不会呢 这我觉得他没时间 这应该是太太做的事情 对 这个爸爸发脑比孩子要多 有时 好 第三题 这个我觉得秉顺就很符合 这个暖男 暖爸奶爸的形象 奶爸的形象 这一题分数应该会很高 好 第四题 当孩子表现好时 是不是会给你赞赏呢 你是来不及打分数是吗 对 好 好 然后 好 第五题 尽量争取快 目前会顾及他们的想法 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就说 他们连旅行计划也会跟孩子讨论 或者会照顾到说孩子 比较喜欢哪一个地方 对 去哪里 去游泳 去什么这样 对 好 再来 好 第 还做到了没有 猜第八了吗 好 我们现在是在第八题 对 没关系 你就跳着写 好 即使第八题是什么 即使与孩子意见分歧 也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比较大的小孩就可以参与 我看这个八岁的孩子 应该可能可以做到吧 是 爸爸我喜欢什么礼物这样 爸爸不给的话 还要换礼物 为什么 要讨价还价 好 第九题是 让孩子对家亏提供意见 这个是最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对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 是 比如说你每天12点 9点钟之前一定要把功课写完 那孩子说我可以拖延到10点吗 这种特定的规矩 好 然后进行这个家庭计划的时候 会不会让孩子也参与 好 这个可以 好 余题还没达到的所以 这样开第几题 第五题是吧 第五题 第三 还没想好 第三 第三 第三是什么 第三 他想那么久一定有原因 对 当孩子难过的时候 你会给他安慰跟谅解 这个妈妈在做的工作 所以你零分 爸爸会呢 爸爸会不会 会不会有奶爸的角色 其实爸爸是会的 然后 但是我的孩子都会比 先找妈妈 先找妈妈 对 先找妈妈 因为妈妈时常在讲 那你觉得这奶爸的角色 你记不记得第三 可能就只有一分 一两分 可以重选一点的标准 对 我很诚实了 已经 所以我想那么久 很多分数都很低 还有哪一题是没有达到的 第五题是吗 好 第五题是 对孩子说明必须遵守规矩的原因 比如说孩子不听话 就是说家里的东西 玩具不应该这样子放 为什么会跟他解释 会 这个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先算分数一下 我的数学不好 算了 看一下 三 四 八 十一 十一 十五 好 二十一 二十四 我算到二十四分 你 我们还可以算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四再加八 就是二十二 二十二再加三 二十五 我总是算错 二十五是很高分 答案是 大多采用民主教养的方式 是一个挺民主的爸爸 恭喜 十五 十四号比 是一个很诚实的嘉宾 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只有他一位是有零分的 是 而且他会想很久 会想很久 他零分 第九题是什么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第九题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第九题会放零分呢 就是让孩子对家规提供意见 为什么 对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想法 然后我只能说 如果是我说 就是我说 一家之主 讲的就算 可以那么说 然后我就不会说 你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你应该 自己惩罚些什么东西 你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不会这样子 对 就有一点像教练是吗 教练是这样要求的对吧 错的就是错 对 错的就是错 然后我有时也是会心软 当然 可是这个角色妈妈会办吗 就是妈妈会不会说 你自己想一想 你到底什么东西做错了 这样是妈妈的比较妈妈的方式吗 妈妈也不会 所以两个都是 你们两个都是黑脸 对 也没有两个 就妈妈会比较严格 妈妈严格 对 她对二跟三 她也是给自己一分罢了 看一下 是什么 二跟三是鼓励孩子 谈及他们的烦恼 跟当孩子难过的时候 给安律给姐亮姐 因为我时常不在一起 然后很多事情她都会找妈妈 所以妈妈是照顾着的角色 对 妈妈会跟她们倾诉的 聊心事 对 聊心事的一个 就是我会比较少 我会属于鼓励那些人 会比较多 甚至是包括一起玩的角色 对吧 对 所以你仅有剩下来的时间 跟孩子是相处 就是只是跟他们玩或者是 比较偏向于 没有 就会教他们一些 比较理性的 对 有理性 然后又有互动 也有互动 然后会奖励他们 然后带他们说 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然后要跟他们解释很多东西 解释的方面都是我 会跟他们说谈 你这个做是错了 对 所以这些 好 好 我们先谈谢谢鼓励 是 不过在这个之前 我们有这整个星期 有礼物 要送给观众们 对 因为这整个星期 我们都是做父亲节的特备 请来了这么多重量级的嘉宾 那观众朋友如果有办法 把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的 这个特备的主题都写对了 电邮给我们 LivingDelight atv.com.my 我附上你们的个人资料 就有机会赢取奢侈品 是 精美的这个奖品 是 精美的这个奖品等着你了 那如果是错过之前的几节 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在YouTube 以及我们在这个网上 都有得重温的 是 对 我们今天十分感谢鼎叔 谢谢鼎叔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 就要教大家填在心里 对 上线 有助身心发展的球类运动 语球 研究显示 经常打语球 能有效加快大脑反应的速度 据说孩子只要接受半年的语球训练 就能增强大脑快速判断事物的速度 从0.3秒缩短至0.1秒 甚至可缩短至0.05秒 语球选手需具备的条件 不只是体能 还要有智力和技术 国际专家分析 打语球的孩子 平均智力要比普通人高出20% 乒乓球 乒乓球是一项极健身 技能及娱乐为一体的运动 打乒乓球不仅能全面锻炼身体 还能调节情绪 使人心情愉快 提高思维能力及促进智力发展 对青少年来说 打乒乓球可以促进身体发育 而对中老年人来说 则能活动全身的肌肉和关节组织 从而提高动作的速度 和上下肢体的活动能力 起到减缓衰老的作用 冰球 冰球也被称为冰上曲棍球 这项球类融合了多变的滑冰记忆 和敏捷鲜熟的曲棍球技艺 其中一项冰球技术为滑跑技术 此项目要求冰球运动员 必须熟练掌握最基本的技术 包括起跑、振滑、倒滑、惯性转弯 左右压步转弯及停等 而经过众多实践证明 学习冰球能有效锻炼人体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 体力、智商、意志力等诸多方面 欢迎回来 来到这个环节 我们就要请来我们的自然疗法师Amanda老师 来教我们怎么样吃得甜又吃得健康 欢迎Amanda老师 有这么一回事吗 Amanda老师 可以吃甜品吃得健康 对 不仅健康而且还很养生 好 上来学一下 对 我们今天做了黑豆布朗尼 布朗尼就是香蜜 不是都很甜的吗 对 可是我们今天用的 这个是健康版的香蜜 对 怎么说呢 我们主要的原料就是黑豆 所以可以难道 黑豆 为什么用黑豆 因为黑豆主要就是我们取代了 我们不需要用太多的面粉 所以我们就用黑豆 然后它是很高的蛋白质 所以这一碗的黑豆有大概 差不多800克的蛋白质 很高很多 对 很好 然后我们就有半杯的这个全麦粉 然后就半杯的可可粉 对 所以这个无糖的可可粉 然后呢 三个鸡蛋 然后呢 这个就是蜂蜜 只是用蜂蜜来调味 所以没有加任何白糖 没有糖的 精致糖 然后就是椰油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些小小的 topping 所以我们用一些巧克力芡 但是你可以用坚果类之类的 好 然后呢 做法是很简单的 我们 搅拌机 搅拌机 对 搅拌机真的是很万能的 大概就是这样 不管是饮料还是蛋糕的食材 都可以用搅拌机来准备 可是我们的老师 你这个黑豆 是要经过处理 是吗 这个黑豆呢 你可以把它浸泡八个小时 然后蒸这个两个小时 给它软化 两个小时 对 你要蒸久一点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呢 你就买那个罐装的 可是要确定它是天然的材料 好 因为黑豆如果不浸泡的话 它是很硬的 对 对 它非常的硬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黑豆打得 这个要碎一点 所以这个打到糊状就对了 最好 最好 其实这个食谱真的很简单 唯一能吃出错的地方就是 你没有把黑豆搅得很够 就搅拌坏了 手感 好 好 大概 大概你要打给它 像你一桩 当然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一个搅拌机 你可以用汤匙给它稍微压一压它 好 它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之后呢 是完全不需要加水的 不需要加水的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材料一一加入 所以说 这个面粉 好 然后可可粉 那为什么不刚才这个黑豆全部 加到其他东西才搅拌呢 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个豆给它 稍微 稍微一点 对 磨成泥就比较容易一点 那就是鸡蛋 好 所以这个在家里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做 是 就是叫孩子一夜地把这个东西 加下去 很简单 就可以了 是 真的很简单 对 好 而且你看到它的材料 那其实都是非常的健康的 健康的 而不晓得说原来这个烤鸡是这么简单的 嗯 那如果我们不要用椰油 我们可以用其他 你可以用这个葱油 那我们有加一点点这个烤鸡的 烤鸡蛋 现在加进去是烤鸡蛋 然后这个是少许 就是要给它少许的盐 盐 对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香草精 橄榄 哦 给它更香 对 这个是选择的 但是你一定要买好的这个香草精 对 不然它味道很假 对 对 但是好的不便宜 对 它那个 一般的那个香草精的味道很重 对 只是用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就搅拌 这个感觉比较容易搅 因为有蛋汁 对 它滑动得比较快一点 嗯 好 那可能中间呢 你可以再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大概就是 已经是把它搅拌变泥状的 已经大概可以烤的样子了 所以是不是真的很简单 很香 我嗅到那个椰油的味道了 对 就这样 然后再搅拌一下 真的很快 蛮快的 那个老师说 是很简单 很容易做得到 这个甜点 好的 那在家里呢 当然你可以再搅拌多五分钟 对 但是给它更柔更顺滑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烤盘 是 那烤盘我已经涂了一些椰油在里面 好 然后我们就 知道不要给它沾 对 我就把它 避免它沾那个花盘 可以看到吗 把这个刀头先拿出来 好 然后就可以直接 来 我来 好 你要倒下去吗 好 你来吧 为什么 我帮我倒一倒 一下子就倒出来 来 给你 所以倒下去之后呢 我们的烤箱要先预热180度 180度 为什么 就是先开了180度之后呢 这个倒了 定型了 再把它放下去 就把它放下去 然后就大概烤35到40分钟 好 就要看你自己家里的烤箱 有些人烤箱比较热的 可能是30分钟就够了 所以一般上烤箱都是要先预热的 先预热的 对 预热之后它的那个温度才平均 所以你只要放下去之后呢 你计时才准确 这不然它就会上面一层烧焦 里面不熟 是 就很难预测那个时间 对 我一定有经验 好厉害 好 卖功 好 我们都放进去了 就这样子吗 就这样子 放进那个烤炉就可以了 烤炉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了 大功差不多要成了 是 好 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 刚刚Amina老师所说的这些食材 食谱 然后回来再给大家看成品 好 吃 那对 这些食材 好 我们都放下来 好 吃 好 吃 来 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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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这个成品出来了 大家看一看就是像我们手上的这一叠这样 那这一层黑黑的巧克力是吗 我们所谓的一些配料 然后配料的话呢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材料 就只是椰油 可可粉和蜂蜜而已 是 就把它搅拌在一起 然后你就淋在上面 就是包包地涂在上面 然后就可以吃了 可以涂浓浓的吗 可以 马上汤粉超标 那你很爱吃可可 你就涂浓一点 那这个虽然有黑豆的巧克力 布朗鱼 可是你吃不出有黑豆的那个味道 好吃吗 真的吃着黑豆的味道 降低那个淀粉类 然后就比较健康 它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因为我们小的是黑豆 不小的的话 真的其实 吃不出来 很好吃 谢谢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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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明天我们这个课题是什么呢 我们谈这个 《新旧时代的好爹地》 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那记得留守明天的节目啦 明天见啦 对 拜拜 如果提到瘦身这两个字的话 你一定会想到燃烧脂肪 那说到燃烧脂肪的话 我们立刻来问一下我们Bennie老师 如果我想就是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 那我应该做类似讲的一个运动 OK 如果想达到燃烧脂肪 最好是做全身的运动 今天我们会教大家做一个五个动作 第一个会有 Squat with heels up 第二个有 Mountain climber 第三个我们会有 Jumping Jack 第四个会有Superman 然后第五个 我们会做一个 Ice skater 每一个动作做20秒 然后休息10秒 五个动作是一set 最少要做三set 想不想瘦身 立刻来和我一起做 第一个动作我们是 Squat with heels up 蹲下的时候站起来 脚跟离地 要锁紧你的可心肌肉 第二个我们叫Mountain climber 在Plank的姿态 要锁紧可心肌肉 用可心肌肉 把你的双膝盖 向胸部前移动 第三个我们叫Jumping Jack 跳起来的时候 把脚打开 把双手合起来 要切记 要把胸停起来 记得要调整呼吸 第四个动作是Superman 用你的背部的力量 把你的双脚和双手 抬起离地 第五个动作是Ice skater 把你的双脚交叉替换 还有要切记 看前 还有把胸部抬起 要锁紧你的可心肌肉 五 四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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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il 三 二 一 六 五 二 一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elastic不要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